在本课程中,我们将学习测验节目中经常出现的按钮和风鸣器 这是一个示例,其中登仅在首先通过主持人和两个测验显示按钮按下的一侧点亮 注意屏幕右侧的简单序列图 另外,请参考图纸下方各仪器的说明 查看屏幕右侧的电器顺序配置 首先,按钮PB0是主机重置测验节目的按钮 并且PB1和PB2按钮可以由两个用户分别按下 当用户首先按下按钮PB1时 向继电器RY1供电并且维持磁性状态 并且RLE灯点亮 并且定时器T1时风鸣器仅运行2秒钟 此后,当另一个用户按下按钮PB2时 它不被继电器RY3操作 并且当主机按下按钮PB0时 等RLE熄灭并且定时器T1的电源被切断 这将重置进行中 当用户再次按下PB2时也是如此 每个用户在按钮下方都有一个继电器 然而,电力被提供给由第一推动侧给定的继电器 并且继电器RY3被操作 此后,它阻止其他用户按该按钮 有关详细的电器顺序接线 您可以通过视频卡或描述列获取每个设备的接线信息 现在检查每个设备的连接并检查操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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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